大家好,我们进入了第四课 这一课呢,其实关于SET,也就是我们 根据它的特征我们来分类 只不过在数学呢,我们是根据数学 或者数字的特性来分类 所以你要很清楚知道 他们的名称是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看第1个4.1页的习题 第一题 这个叫做SET semester SET semester呢,它就是说我们所要讨论的范围 比如说我们知道号码有很多,对吗 那么SET semester呢,就限制了我们要讨论的号码 它是从什么号码到什么号码 比如说在这一题呢 我们要讨论的号码是1到10而已 也就是说接下来这SET呢 我们所要讨论的号码呢,是从这个1到10里面拿出来 比如说我们看SET M SET M呢,它说X是一个Nombo kanjil Nombo kanjil就是单数 单数我们知道有很多 号码是无止境的 只不过因为这个SET semester这一边呢,它说1到10 所以我们的号码呢就是 从1到4里面选出它的单数 然后这个N呢,是代表着干的案第1个 干的案第1个呢,其实就是 3的倍数,或者我们说3的乘法表 比如说在这里呢,我们是拿出3的乘法表 我们看啊,SENARIE看什么 UNSO bagi set and break good 我们就要列出以下的UNSO UNSO呢就是它的我们讲的成员 这些SET有什么成员,比如说我们看SET M SET M有什么东西呢,那个就是5数了 然后我们知道SET M呢是Nombo kanjil OK 不过我们在这个Nombo kanjil是从这个SET semester来对吗 所以我们先把SET semester列出来,它说1到10 所以你列一到10的号码 OK,那么SET M呢,它说单数 那么单数就是 13579了 那么第1个答案的SET M呢就是 13579 就这样 这些号码就是它的温数 OK 我们看B的 N是干答案第1个 就是3的倍数 那么N呢,其实就是3的倍数的话 我们就是3的乘法表对吗 3,3,6,9了 所以我们的答案就是这一个 OK 我们接下来C 当我们有这个符号的时候,这个我们马来文叫做Persilangan Persilangan,英文叫做Intercept OK,意思说我们要找重叠的 重叠的意思说,它的温数呢是一样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这两个N和N 它Intercept,它的这个Persilangan 这N和N的un数一样的有什么呢 3号对吗 一个就是9号 也就是说这两个N Intercept N呢,其实就是两个号码而已 也就是3和9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我们来看第2题 Kambarajawen 我们能够看 SETJ SETK SETL 等各个A答案 SETSEMESTER OK,1到9的号码 不是SETSEMESTER 如果我们看我们的刚才列出来的号码 其实我们可以化成Kambarajawen 也就是用圆形啊 四方形啊 三角形啊 来代表我们的SET 刚才那个是列出来 那个是Notation OK 这个呢就是Kambarajawen 做法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用图表来表达 OK 那我们要做的时候你看到他接下来的问题是说 SENARAYKAN SEMO UNSUR BAGI Persilangan SET N berikut 他说要我们列出来 这些 Persilangan SET的答案是什么 UNSUR 是什么 当你要列的时候 如果你要用会刚才第1个方法呢 那么我们就先看J有什么了 你看J J其实就是这个 圆形对吗 J就是圆形 那么J的温数有什么呢 你看到2 7 4 6 9 3 5对吗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SENJ了 2345679 只是他顺着去 你没有顺着去也不要紧的 没有不要紧 因为最主要你有列出他的温数 少一根呢就错了 那我们来接下来看我们的K有什么 如果注意看K的话呢 其实就是一个 四方形正方形对吧 这个正方形有什么呢 我们有 469 OK所以我们的SETK就是 469 所以SETL呢 SETL是这个长方形 所以我们的那个温数呢就有 1389 所以我们的SETL就是1389 OK 当我们 用这个 notation的时候这个列出来的方式解决的话 你看A A如果是 J PXK J跟KPXK 也就是我们要找出 找出他相同的温数有什么 相同温数呢如果我们看的话有 10号 6号 还有9号 对吗 这三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但是如果我们从 KAMBARAJAWEI来看的话 KAMBARAJAWEI你注意看哦 J是这个对吗 J就是这个吗 那么K呢就是里面这个对吗 如果你看到他们PXK 其实就是所谓的重叠 重叠的地方在哪里呢 比如说圆形是一个一张 纸 正方形也是一张纸 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重叠的地方就是 重叠这个对吗 所以我们的答案其实就是 469 这个就是答案的明白哦 这叫做PXK 所以我们的答案就是 469 OK 我们看B的 V呢我们是 J PXL 那么J PXL呢我们就看什么都是一样咯 我们看得到的就是 3号 还有9号 所以我们的答案其实就是 3和9咯 它的温数 如果我们要从 KAMBARAJAWEI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 J的是 圆形 对吗 L的形状 它的那个SET就是 长方形 那么请告诉我当这两个东西重叠的时候 PXL的时候 它什么温数是一样什么 发明是一样的呢 就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一样的 所以我们答案呢其实就是 39咯 然后我们看 C的 K PXL KPXL我们就看K和L咯 什么东西一样呢 你看有一样吗 有对吗 就是9对不对 那么这个9呢我们就再看了这个图片的话 KPXL 重叠的地方在哪里 对吗没办法重叠的地方 就这一边咯 所以答案就是9咯 至于D呢 在我开始做之前你看得到什么东西一样吗 他说 JPXL跟K PXL 这三个 地方 这三个SET重叠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们看 这个温数的话 SENARIA温数的话就是9号咯 如果你根据这个KAPRAJAWAN的话 你看咯 这个是 J 这个是K OK 然后这个是L 那么重叠的地方在哪里什么号码呢 有了 这就是答案了 然后第三题 EVERY SET SEMESTER 这个 SET SEMESTER呢就是1到20的号码 Integer Integer意思说整数了 整数 然后包括negative的叫Integer SET P 然后这个P呢 它是X 它的X是什么号码呢 NOMBOR PERDANA 那么什么是NOMBOR PERDANA 你一定要记得 NOMBOR PERDANA呢就是 只可以除两个号码 就是他自己 还有一号 只可以除以他自己还有一号而已呢 那个叫做NOMBOR PERDANA 比如说2号 3号 5号 7号 然后还有11号 明白 SET Q SET Q是什么呢 X也来敢达LIME 就是5的乘法表 5的倍数 比如说50 15 20 OK 虽然这个5的倍数很很多对吗 但是我们 都是从这个SET SEMESTER来的 因为SET SEMESTER是我们讨论的号码 就是1到20 所以你要记住这一点 不管做什么你要先看SET SEMESTER行 SET R X也来FACTOR BG SERVULU 那么这个X呢R呢 它的文数呢就是FACTOR SERVULU就是说 什么号码乘了够得到10的那个号码叫做FACTOR 比如说1乘10就是10对吗 那么1和10就是FACTOR 除了10还有什么呢 25 OK2乘5就是得到10对吗 那么25呢就是FACTOR咯 就这个意思咯 我们看 LUKIS KAMBA RAJA WAN 我画这些什么SET 我们要画这个图表出来 当你画这个KAMBA RAJA WAN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列出这些号码 而且列出来的时候 那个UNSO呢 它们一定要有一个点 代表着它是UNSO 等一下我们来看下啊 不过在你 画出来之前呢 你一定要列完这些文数先 方便你来写来画 所以我们先看第1个 这个SET SEMESTER呢是1到20对吗 那么我们就把1到20的列完出来 是有点长老的但是你列完出来 然后SET P呢它是说NOMBORO PUTANA 从这边 你可以找出NOMBORO PUTANA吗 我们先看一个一个看啊 2号 3号 这个不是 这个5号对 6号不是 7 8 9不是 10不是 我们11 13 13 17 和19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 NOMBORO PUTANA 呀 然后接下来SET Q呢 它是说档答案5 那么从这SET SEMESTER你找出档答案5有什么呢 5的 乘法比5的倍数 50数那些哦 就是这个答案 呀 那么SET R呢是FACTOR BG 10 从这边我们选出FACTOR BG 10 FACTOR BG 10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FACTOR BG 10 2 5和10 这个就是答案了 OK那么得到答案的过后呢我们就可以画了 当你注意看的时候PQR呢其实不包括这个SET SEMESTER对吗 就是说它的温数呢 其实除了这些温数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温数没有列出来 也就是说SET SEMESTER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通常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用一个四方形 来代表这个SET SEMESTER 然后这些东西呢都在里面 OK 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就是P咯 我们可以用正方形 我们可以用圆形 躲圆形 我们可以用三角形 OK都可以的 我们可以代表这些SET 就比如说P我用四方形 Q呢我用躲圆形 然后你也是可以用圆形 然后R呢我用三角形 对吧 我们来先一个一个看哦我们先看P咯 P的温数有2吗 你看2哦 PQ没有对吗 R有一个 也就是说P跟R呢share这个公司这个2号 P跟R公司2号的话在公司的地方在这边对吗 那么2号就在这边咯 这个范围 OK明白啊 我们看3号3号其他有吗 没有的话那么就是P自己罢了咯 我就放这边咯 然后5号呢 5号呢我们注意看的话 这三个三个都有了 那么在这里哪个范围是三个都有的呢 对了就这个对吗 所以5号就在这里咯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7号 7号呢 只有P有罢了 那么我就放这边咯 然后呢11号呢也是只有P有咯 我就放这边咯 13号也是P有而已咯 放这边咯 17号也是一样 19号也是P有而已咯 对了就说你要根据你列出的东西呢 然后你再把它填上去 当你填的时候你要注意 号码的旁边一定要放个点 这个才代表着是它的温数 如果你没有放点的话代表着它是有多少个数量 两个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对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写完P了我们看Q的 Q的我们看Q的5号我们已经写了 我们看10 10他跟R有share对吗有公司对吗 那么Q跟R有公司的 Q跟R有公司的是在哪里呢 这边对吗 所以这个就是10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15 15没有公司他自己咯 20也是他自己咯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R的 R 1号 1号有公司吗 没有对吗 所以他自己咯 OK 然后2号写了 5号也写 10号也小点 那么就这样而已 如果你注意到的话 我们写的都是在这边 这些还有一些剩下的号码 那么我们写哪里呢 为了写 在这PQR的外面 因为他还是set semester里面 但是他在PQR的外面 所以我们要写的是什么号码呢 123有了 4没有 所以我们写4号 5有 6 没有 我们写这边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7有了 8 OK我们写8 然后9 9没有 我们写 然后1010有了 11有了 12 12没有 我们写 然后13有了 14OK我们写下来 15呢我们也有了看到吗15有了 16 16有吗16没有我们写下来 17写了没有写了 OK1818写了吗还没有我们写下来 19写了吗写了 就就在那里啊这边 20呢20也写了那么我们答案 就到这里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 GAMBARANIA OK 一个问题 号码要顺着排吗 不要紧了其实 OK其实号码不一定要顺着排 就主要你的范围 比如说3号是在P里面的 你写的对 就没问题了 OK 当然如果你顺着排的话 会方便你的脑色批感 我们看B的 然后上班 GAMBARANIA A 就根据你画的这个图 LORIKAN KAWASAM NUMBARANIA Z T PSILANGAN Q PSILANGAN R 也就是说你要涂黑这个 Z 重叠每个地方 PQR都PSILANG的 重叠的地方在哪里呢 对了就是5了对吗 所以你能就这样子 画就好了 OK明白哦 很简单啦 只要你明白 一个不做一个不做做 写列出来就没问题了 我们来看第四题 你beri setA OK 这个 setA是什么呢 X就是了 HURUF DALAM PERKATAAN GG 这个 GG 字的 HURUF OK B X就是了 HURUF DALAM PERKATAAN DEDIKASI DEDIKASI 里面的 HURUF C有什么呢 X就是了 HURUF DALAM PERKATAAN JUJUR JUJUR里面的 HURUF YAKTAKAN BILANGAN UNSU DENGAN MENYENARAIKAN SEMU UNSU 就说 说出 BILANGAN UNSU 就是说 有多少个 SULIAN 但有个 N这里呢 代表着 多少个 UNSU TWEN 是说 有多少个 UNSU 的意思 OK DENGAN MENARAIKAN SEMU UNSU 就是说 你要列出来 所有的 UNSU 先 BILANGAN BILANGAN SEMU BILANGAN BILANGAN 所以你先列出来 然后你再说明 这里的UNSU 呢 有多少个 数量 比如说 我们看 A的 这一题 BILAN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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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ILANGAN BILANGAN 这个我们很难看 对吗 我们先列出来 A的 我们是它的HURUF 这里有HURUF 有Gi Gi H 对吗 就说 这五个呢 都是它的UNSU 可是呢 它说HURUF G重复了 所以我们写一个 就好了 I重复了 我们也是写一个 就好了 所以呢 我们其实只有Gi H 明白吗 因为它只是说HURUF 它没有说整个字 OK 所以是只有Gi H B呢 它是说HURUF DALAM DEDICACI 所以我们DEDICACI 但是它也是说HURUF 而已 所以我们的HURUF 其实D重复了 我们写一个就好了 然后I也是重复了 我们写一个就好了 OK 所以我们的答案呢 这个SET的UNSU呢 只有这一个 OK OK SETC呢 我们知道是JUJUR 然后它也是说HURUF而已 那么我们的UNSU呢 就只有JUR OK 明白哦 因为它只说HURUF而已 那么先CUT你了 因为它说A PESILANGAN 跟B A PESILANGAN 跟B 那么这两个 有什么东西一样的呢 哪个是重叠 或者说PESILANG的呢 对了 就I 对吗 那我们这个就是 我们省了来了 咯 所以我们就回答了这个SENALIGAN UNSU咯 你把这个SENALIGAN 这边就拿一份咯 然后我们要回答的就是这个VLANGAN A PESILANGAN B 如果有多少个呢 都只有一个而已 所以我们的答案呢 就是这样 写等于E就好了 当然你不要忘记写N咯 因为这个有这个符号呢 代表说我们要找的是它的数量 分数的数量 我们看 A PESILANGAN C A PESILANGAN C 就是说这个跟这个 有一样的没有 没有对吗 那么我们就是这样子咯 没有 代表说没有咯 或者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符号就是这个 这样的符号呢 代表说 SENALIGAN 就是说没有温数 当没有温数的时候呢 我们的BLANGAN 就是零咯 因为没有温数啊 它是空的 我们看B C呢 我们看的话是B PESILANGAN 跟C BPESILANGAN 跟C 我们看有吗 有重叠吗 也是没有对吗 所以我们就 SENALIGAN 那么当你SENALIGAN 的时候 你的BLANGAN 就是零咯 我们看D D呢 就是全部了 A PESILANGAN B PESILANGAN 跟C 那么这三个 有吗 有全部一样吗 也是没有对吗 所以我们也是SENALIGAN 那么我们的BLANGAN 就是零咯 可以明白哦 最主要这一刻的 你知道怎么样 把这个 温数哦 换去这个CANBARAN 叫VAN 然后你要怎么样 找出它的PESILANGAN 还有它的BLANGAN 是怎么样算 对啊 如果不明白 那么你现在重复看多一次 我们到这里 谢谢你们